根据外媒报讨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当地时间9月8日逝世 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9日凌晨 很快英国王储查尔斯宣布继位 查尔斯正是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的长祠 自此查尔斯正式成为查尔斯三世 通过王室账号发布声明向女王致敬 声明中提到女王逝世对她和所有的家庭成员来说 都是最悲伤的时刻 除了查尔斯外 英国女王还有三个孩子 分别是安妮、安德鲁和爱德华 在女王病危之际 他们都赶到了母亲身边陪伴她的最后一刻 2021年4月 他们也和母亲一起送别了父亲菲利普亲王 不到两年的时间 已经年过60的他们 先后经历了丧父和丧母之痛 目前包括查尔斯在内 英国女王的孩子们都还没有公开露面 现场直播只能看到 有大批车辆持续进入女王行宫 不出意外 应该都是王室成员 主要是直系亲属 不知道现在英国女王的后代们是何种心情 那孙辈之间肯定就更陌生了 女王的八个孙辈 除了查尔斯的两个儿子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譬如安妮公主的女儿扎拉 她的名字还是查尔斯亲自取的 可是一开始 甚至都没获得王室身份 现在的职业是一名马术选手 比赛的时候 哈利拉公司赞助 在女王从病危到离世的整个过程中 除了查尔斯的后代 其他子孙辈基本都没有发生的余地 实际上 真正受到关注的 可以说只有威廉王子一家 他和妻子凯特才送三个孩子入学 他们一家五口 八月份搬去了新家 女王的三个曾孙辈 也都去了新学校 没想到转过头 就要面对曾祖母的离世 这种死亡与新生的交替 实在令人感慨 另外 威廉王子的弟弟哈利 还凭借着他那位特别的妻子梅根 获得一些版面 有知情人透露 他的妻子没有与丈夫一起 后来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哈利王子最后是独自一人上的飞机 就是不知道这是梅根的意思 还是女王本人的意思了 英国女王的逝世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晚起 却也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 英国王室的格局必然会有所变通 威廉王子一家将更加受到关注 哈利与梅根在女王在世期间都动作频频 现在女王逝世更是少了一层约束 还有查尔斯的现任妻子卡米拉 她会成为王后吗 会参与王室事务吗 能继承女王的私产吗 查尔斯的前妻 威廉与哈利的亲生母亲戴安娜王妃 待遇和称号上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梅根和哈利注定是传奇人物 虽然已经卸任所有头衔 但是依旧可以狠狠拿捏英国王室 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 当年的戴安娜备受欺负 如今梅根总算是为婆婆出了一口恶气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女王要不惜一切代价 在巴尔莫勒尔城堡举行狂欢派对 梅根的团队已经证实 收到了女王的盛情邀请 将会出席巴尔莫勒尔的过夜皇家派对 这个消息曝光后 在英国直接炸开了锅 为什么女王会如此屈尊降跪呢 王室专家凯蒂·尼克尔 在接受GB新闻早餐会采访的时候 认为女王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矛盾 频频打破传统迎合梅根 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除了不同寻常的大型欢迎派对 女王还为哈里夫妇提供长期住宿 只是希望能够增加团圆时间 巴尔莫勒尔城堡是女王度假的地方 一直保持安静的状态 现在却要让给梅根开狂欢派对 目前哈里夫妇已经抵达英国 先进行欧洲之行 出席几场慈善公务 之后才会跟女王会合 现在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忙得团团转 成为妥妥的王室顶流 简直抢走了所有人的风头 96岁的女王为了求和 已经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王室专家尼克尔女士分析 女王此举是为了修补和缓和关系 不惜再次打破王室规则 查尔斯王子居然也支持开派对 作为父亲很愧对哈里 希望能够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让孩子们重新融入王室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充满变数 梅根夫妇会感恩女王的付出吗 哈里返回英国期间 大部分时间要定居在弗罗格莫尔别墅 距离剑桥公爵新家阿德莱德别墅很近 仅仅有380英尺 但是双方却决定不见面 可见两兄弟的矛盾有多深 曾经梅根气焰嚣张 直接拒绝了女王和查尔斯的单独邀请 引发了大众的不满 如今伊丽莎白女王主动求和 打破公规举行狂欢派对 目的就是为了跟梅根夫妇套近虎 根据白金汉宫的知情人士爆料 伊丽莎白女王很思念哈里 希望借助这次机会达到兵士前嫌的效果 96岁的女王身体已经亮红灯 希望在有生之年多跟儿孙们团聚 这样卑微的做法令人潸然泪下 但是女王以为求和退让 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倒会沦为大众的笑评 梅根其实对王室生活毫无兴趣 她只想得到更多的明和力 女王此举实在是自降身价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伊丽莎白女王的决定实在是老糊涂 即使为了大局着想 也不能没有底线和原则 梅根夫妇之所以答应回到王室 并不是为了团圆 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9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年事已高 希望哈里一家多停留一段时间 良苦用心令人动容 但是梅根却始终不把王室当自己的家 招之则来挥之则去 只是自己向上爬的阶梯而已 大部分英国民众都认为 哈里也不再是女王的家人 从新书决定继续爆料的那刻开始 就站在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对立面 与其采用糖衣炮弹 不如想想如何进行危机攻关 梅根夫妇显然还有大吵 不少英国民众很气愤 认为梅根夫妇望恩负义 根本配不上这么好的待遇 女王陛下虽然良苦用心 但是大概率会被利用 成为梅根拨板面的工具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英国王室内部关系复杂 看不惯梅根的人大有人在 女王搞这么大阵仗欢迎梅根 难免会引发抱怨 凯特王妃心里肯定会不自在 不得不感慨 梅根总是赢家 就连女王也处处地迁就她 真不知道有何魅力 哈里夫妇以诋毁女王为生 王室却采取以怨报德的态度 努力地接纳这对叛逆扯 哈里作为家庭的核心 处处依附和迁就梅根 居然沦为彻头彻尾的小跟班 伊丽莎白女王无条件地迁就 会让梅根越来越肆无忌惮 认为自己才是王室的主宰